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這次將我前日煮剩的炸蝦球蝦殼 變成一個非常好吃的海鮮濃湯 嚴格來說, 這個叫做海鮮雜炊 又或者是一個竹 湯飯也可以, 好視乎你什麼時候下米 好了, 我們這次先介紹材料 不好意思, 這集拍攝有些少趕 還有我正在拍攝reels的關係 有些鏡頭, 我真是很快就飛過 這次是一個很輕快的版本 急凍蝦, 淡鹽水, 浸一浸解凍 然後就150毫升的米, 即是一杯米 洗乾淨, 浸透它才可以拿去煮 這些是珍珠米, 珍珠米真的不要這樣洗完拿去煮 因為質地是會有分別的 假如大家用絲苗米, 都建議浸一浸 好了, 然後有三隻菇, 三隻瑤柱 新年都要用的 好了, 然後前日剩下的蝦殼 蝦殼我沒有急凍, 所以它有些位置變成黑食 但其實不影響味道, 是賣上不漂亮 說真的, 過年很多人送禮 很多急凍東西, 其實已經打爆了雪櫃 所以就真的沒辦法再放一塊東西 你可以可信言之, 我的雪櫃有多爆 好了, 然後切薑絲, 切蔥段 OK, 找一隻鍋, 或者找一隻煎鍋 放些油下去, 先燒熱它 凍油的時候, 將薑絲和蔥白位置放下去炒香 聞到香味之後, 就可以將蝦殼放進去 炒的時候, 記得要均勻去炒它們 因為這隻鍋的面積不夠大 所以是要不斷不斷去翻炒, 翻兜它們 令到受熱平均炒到蝦殼香 變成橙色之後, 才再放進去 當然是給兆興酒 這次這個蝦殼就是之前做蝦球剩下的 之前練蝦球的時候, 也有些蝦殼剩下的 所以變成就有很多蝦殼剩下的 我們這次就將它們 炒完走之後, 就加滾水進去 不要放冷水, 我們是放滾水進去 那些蝦油、那些色素才會出的 我們煮起之後, 由它慢慢調 調回去三幾個字 然後, 固切絲、瑤柱、壓平 拉開就可以獲得到瑤柱絲的 就會方便很多 將它們和薑絲放在一起 忘記說, 薑絲我們切好之後, 是要分兩批的 好, 這個時候我們釣起了蝦湯 將它們的篩, 就將它們隔進鍋裡 這個就是我們獲得到蝦殼的濃湯 下一步, 就將鍋拿去爐頭那邊加熱 滾起之後, 收回中小火 我們放些米進去 這次是做雜炊, 或者是叫做粥 假如要做泡飯, 那些米可以預先煮好了 變成乾身的飯都可以 好, 然後加入我們剛才切好的瑤柱絲 菇絲和薑絲, 拌好它 當它開始煮沸後, 就可以將火力收到最小的火 蓋上蓋子, 煮三個字 假如大家做泡飯, 這一步可以直接煮沸, 煮沸 這樣就可以了 煮的時候, 假如是做雜炊, 或者是做粥 記得我們要久不久攪拌它, 不要貼底 看到這一步, 看到這樣的樣子, 試一試味 覺得OK了, 好味了 米變成綿綿的飯, 或者是像粥的效果, 就可以了 好, 下一步攪拌它, 然後就可以將海鮮加進去 海鮮泡飯很自由的 不過調味方面, 放少許胡椒粉, 放少許鹽去調味 都不是一件壞事 好了, 海鮮方面, 我們有生蠔, 有我們剛才解凍的蝦 蝦其實已經跳了腸, 不過就沒有拍到 假如大家看了IG的reels, 其實我已經做了這一步 我們放下去的時候, 是要微滾的 你拌一拌它, 當它再滾起, 微滾的時候 就可以蓋上蓋, 我們焗煮它三分鐘 最後就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飯的澱粉都已經滲透了出來 好, 然後打一打雞蛋, 一隻OK了 淋下去, 放少許生菜絲, 我們拌勻它 這樣就可以了 假如大家有些京蔥絲, 蔥花, 最後都可以灑上去 還有千萬不要小看一米的份量 這鍋飯, 或者這個粥, 其實夠餵飽四個人 因為我們的湯都可以喝起來 這個食物,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但是這個飯的靈魂, 全部來自我們蝦殼炒出來的蝦湯 材料你可以用帶子, 可以用其他你喜歡的食材都可以 最後那隻雞蛋, 也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做法 飯拌完蛋之後, 頓時間是香了很多的 好了, 我們這集分享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拜拜